我在工作 我在工作 不好意思 我在工作 来提醒大家 好 不知道 好 不知道各位好朋友 我们今天这样子默契一下 这样子不会吧 我是记者 我在工作 可以吗 好 可以 好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一三分钟 是 谢谢 对手 没有关系 好 那再报告一次哦 来不及说的 以及上一次的回答 我们都有书面在后面 那不愧 再公开给大家 好 那就是 比较不好历史的地方 好 那当然时间很有限 那我们的几位来宾 还有语会者 还有我们的大家长都来了 那我就不在意大家的时间 好 首先呢 还是很谢谢大家 在礼拜六的午后 让我们一起来关心 这个内部的基地 将要做什么样的变更 以及听取 各位期待相信们的意见跟想法 那首先容许我来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来宾 首先介绍是我们练湖区的区长 张金正 张区长 好 感谢区长 小安宁在游戏的世界之内一起来参与啊 还有在大湖里的郭坤 讲郭立长也来了 郭立长 好 好 立长可能 好 马上进来 不好意思啊 那也是秀湖里的 谢明毅 谢里长 好 那也请大家两位 多多给我们执政啊 那我来介绍一下 今天要来提取大家意见的 仔细的部分 好 一样是这一次的工作的召集人 好 蔡堆 蔡堆师兄 好 谢谢你 好 然后我们也有 林建树的主任 林敏曹 林主任 好 那慈敬呢 也有很多的慈善工作要推动 所以是我们慈善之业发展处的 女方川女主任 好 那当然还有 这个在人文之业的部分 好 在人文的推动 有这个人文之业发展处的 何日生何主任 好 以及呢 这个长峰顾问公司的副总 高 洪玄高副总 那大家呢 也都非常重视的 在法律层面呢 这次也有 李永然律师事务所的 任敏颖 任律师 讲跟文大律师 来给我们做专业的建议 好 那我们呢 在进入这次议程之前 我们还是先请这次的 召集人 蔡堆 蔡师兄 来跟大家 这个欢迎词 也让 也让我们今天的会议可以开始 好 我们张区长 谢笔长 还有我们 刺激的团队 各位贵宾 各位媒体朋友 还有各位我们自己的师姐师兄 非常感恩今天呢 各位可以说是在 非常非常忙碌的情况之下 尤其是假日 这个达网各位心理上实在是非常的愧疚 但是呢 如果各位有注意到最近 媒体的情况 大家呢 有在讨论 实际这个内补园区呢 是不是要再开发 那我想 如果比较关心的朋友 大家也知道 最近呢 我们也跟很多很多相关的相亲呢 来做了不同大小场次的说明会 那在11月25号的时候 曾经我们在大宏国小 办了一个比较大型的说明会 在那个会里面呢 有很多朋友 非常关心很多事情 那我愿意向各位报告 在那个地方呢 大致上归类成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质疑说 实际呢 是不是程序上 这个邀请贵宾呢 没有给予前置 事先能够通知作业的时间 所以呢 我们那一个场次呢 我有公开向大家道歉 并且承诺 以后每一个场次 我会最少十天前来告诉各位 所以我从那一刻开始 就决定今天的说明会 还有下个礼拜六 同一个时间 在这个地方同样的说明会 还有下下个礼拜六 同样时间 同样场地的说明会 换句话说 这一次呢 如果按照通知的时间呢 我们最少超过一个月 所以这是回应呢 我们若干朋友第一个质疑 第二个质疑呢 有些朋友就技术面的问题了 提出很多宝贵的建议 我都非常感恩 这些建议呢 我们也都一一的把它记录 把它回应出来 但是我记得那一天呢 我拜托所有参与提问的朋友 能够留下您的所谓的电子邮箱的号码 那我比较方便了 个别跟你回复 可是那一天可能我们工作人员呢 稍微忙一点 疏忽并没有留 所以就没有办法一一的回应 但是今天呢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回应的资料 都在后面 所以换句话说呢 各位如果要书面 上一次所提出来问题的答案 我们都欢迎各位 再去那边拿资料 或者是各位如果更方便 请把您的邮箱号码留下来 那我就会把它寄到您的邮箱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我们非常感恩 上一次有很多相亲了 非常非常支持 那我也承诺说 在支持的过程当中 不要让各位相亲造成压力 所以我有承诺说 我们还要第二次 第三次第四次 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个姻缘 那我非常感恩区长 感恩县体长 还有感恩各位相亲了 今天不管年事第二度光年 或者是第一次的来参与 我们都非常欢迎 那未来这个地方绝对是公开 给我们所有社区的居民 还有我们甚至广义的台湾的乡亲呢 愿意到这个地方来 那未来我也承诺 在此际当之后 我们也继续做 但是呢 更期待了 我们社区的朋友 来给我们 尤其是当区的 我们此际的师兄姐 给我们鼓励 那再度欢迎各位 也感恩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